一改风神的三大技能,为梦幻卖命18年 偷袭这个技能大家再熟悉不过,是每个工虫必备的 但它早期只属于垃圾兽节,它的价格甚至还不到夜战的20% 今天大大王说一下,一改风神的三大技能,故事便从这里开始了 偷袭在早期效果也仅仅是两句话 伸手灵敏,不会受到反击和反振,根本算不上一个攻击技能 只能在高等级剧情才略有用处,因为它们有很强的反击能力 与它对标的就是强力 而蓝叔强力在早期效果是,增加自身等级乘0.52的攻击 对方有防御或高级防御技能,伤害结果减少20% 虽有弱点,但却是实打实的增加攻击,约等于5%的攻击 而在2010年3月的调整中,将技能偷袭 在原有技能效果上增加5%的攻击效果 而且没有弱点,同时它也迎来了第一春 再加上强力陆续被削成增加自身等级乘0.4的攻击 使得偷袭彻底咸鱼翻身,成为物理召唤兽必打输之一 幽灵带着死亡召唤,大家都不陌生 在早期其实就是一个避重技能,而且是站在原地释放 那时候的吸血鬼还叫嗜血鬼 它只能配合高级毒,让对手不断地掉血 再配合幽灵高反击,形成了最凡人的毒杀流 而在2005年9月,将死亡召唤使用后将增加额外效果 攻击时有10%的几率,使敌人附加死亡禁锢效果 10回合内将无法被复活 它的改动,让死亡血虫一跃成为暴力流的必带品 18年过去了,至今仍有玩家为炼妖死亡血虫而血本无归 最后就是飞行技能,在早期它与偷袭比较相似 是不增加攻击的,单有躲避能力增加20% 物理攻击命中增加20%,也属于能攻能防的技能 而还有一条就是受暗器攻击时,伤害会增加30% 也让飞行成为一把双刃剑 而在2010改版测试中,在飞行原有技能效果上 增加等级成0.2的速度,还没出现就让飞行受决,价格吵上天 最终如玩家所愿,没能活过测试区 但也没有让玩家失望 飞行在原基础效果上增加5%的躲避率 计算命中结果处增加 关键是括号里的结果处增加 相当于必有5%的几率躲避攻击 随后又将受到暗器时,伤害增加30%的弱点去除 使得飞行成为日常任务的必选项 还有什么技能翻身了?评论区间哦